家中水管热水,电源坏掉了该怎么办? 对于家庭主妇来说,许多人都会打电话请水电工来修缮 但过去许多人认为男生才会修水电 为了打破这个迷思,新北市淡水区邓公里里长 日前特别开办女性水电修缮班课程 共整整两天的特训,请来了师傅 教大家简易居家水电修缮 让邓公里内许多婆婆妈妈们都踊跃参加来上课 所以我们在讲水电工,木工是一定要是男生吗? 我们在讲风韧,烹饪,说一定是女生吗? 那其实现代的社会已经没有分 什么工作该是男生,什么工作该是女生 那尤其像现在也蛮多一些单亲家庭的妈妈们 她在家里的一些水电修缮,工人又不好勤 可是自己又不会 所以我就想到说那我是不是来开一个 那个女性水电工居家简易的修缮班 里长表示一般像是木工、水电工等都会认为只有男性才可以做 其实为了倡导工作性别平权 许多简单的修缮,女性也能够胜任 尤其有很多单亲家庭的妈妈们 对于水电修缮的技能更是需要必备 所以开办这样的课程 教导居家常碰到的水电问题 由专业的师傅来让女性们学习简易的水电修缮 那这一次大家收获非常的多 怎么修理那个水管 那水管一直在漏水 那为什么它会漏水 那我们要怎么要装我们的水龙头 这些其实都是一直非常小的事情 可是我们必须要请人家再用 所以大家收获很多 那更难得的是这一次的课程 我们得用到我们里内的低收入户 我们去检查他的家里的水电状况 那是不是需要改善 那老师在做改善的时候 那也一并来跟我们学员说 这个实际上碰到这个问题的话 应该做什么样一个修缮 里长表示在这一次的课程当中 更实地到里内的低收入户家中 由师傅带着上课的女性学员们 一起帮低收入户解决居家的漏水问题 更是一举两得 而在课程之后 有将近20位的女性学员们都受益良多 也非常期待里长能够再开一次进阶班课程 而里长除了让这些婆婆妈妈们 学到居家水电的技能之外 更重要的是传达性别平等的观念 让大家知道工作不分男女 只要学习 妇女也能够胜任 记者许端一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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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